10号想啊 怎么上课就在那睡觉呢 同时把她叫起来 哎呀老师我睡不够 你晚上都几点睡啊 12点 那你几点起来啊 我8点就行了 但是会躺到10点再起来 老师我也是这样的 而且还感觉很累 哎呀那是因为你们睡眠的时间不对啊 又不运动 光靠睡觉的话肯定是越睡越累啊 7 8点钟的时候啊 正是升阳气的时候 就应该起来运动运动 补充阳气了 你们在这睡觉 阳气补不起来 晚上再熬夜又耗随阳气 作息不正常啊 就相当于一直在做减法 身体肯定要付出代价的呀 老师 为什么我吃药调力也没有用啊 因为你气虚啊 气很虚的话呢 胃的运动力呢也是弱的 手脚都是冰凉的 你看你自己是不是就这样 那我怎样才能氧气啊 就是要晚上早睡 睡眠充足呢 再去运动补充阳气 白天可是万万不能睡觉的 早上多睡3个小时 晚上呢就容易晚睡3个小时 哎呀 我跟你们说说吧 嗯 今天晚上呢 你们就要看看这本书啊 叫做 我们为什么要睡觉 比尔盖茨都说了 这本书呢 能让他告别熬夜 开始好好睡觉 里面呢 还有12条 健康睡眠小贴士 和各种睡眠知识的 全方位科普 堪称是 睡眠百科全书 就你们这点小问题啊 肯定解决得了 导音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